斯拉伯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塞尔维亚的尼时 在尼时有三处必打卡的景点 一个残铺 一个阴森 一个金锁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第一个地方 仪式城堡 这是城堡的城门楼 这座城堡就位于米兰仪式广场的北面 中间隔着尼沙瓦河 晚上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坐在河边喝酒 你们看 下面这一排全都是酒吧的座位 一边吹着晚风 一边喝酒 不错吧 由于现在这座城堡已经改成了一个公园 所以进入城堡是不需要门票的 而且是全天24小时开放 当地人晚上都喜欢来这边溜湾 这座城堡其实是一座军事要扇 最早是由罗马人修建的 现在这里只剩下了一些残垣断壁 内部的建筑都已经所剩无几了 我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尼时城堡的城墙之上了 说是城墙啊 但现在这边已经成了一片荒土 你看我地下就这种土地 你看都长满了杂草 要不是能看到下面城墙的砖石 我都会以为这是一片草原 不过这上面的视野还不错 可以看到泥石整个城市 你看那些红顶的房子是当地人的住家 都不高 但整体看上去都特别漂亮 还有这边放大看一下 看到了吗 漫山遍野的红顶房子 真的太漂亮了 然后你们再看一下这边 这是城墙的西南角 我都不敢看下面 真的太高了 你们自己看看吧 和四眉带雷沃的城堡相比啊 这里保存的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完整 城墙上好多建筑都已经是比较残缺的了 现在城墙和城墙内部的地方啊 其实已经连成了一片 都已经成了一片荒地 所以当地政府呢 就把它改成了一个休闲的公园 这个公园的环境真的很好 基本上都是原生态的 你看我这个走路的这个地面 它也都是那种就是碎石路 只有走到中间区域来才有水泥路 内部的环境也真的十分幽静 树木非常茂密 我还看到有这种小火车呢 带小朋友来的可以坐坐 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残留的历史遗迹 不过大部分都只剩一些地基了 完整的建筑很少 但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前面那个房子 这是以前存放火药的建筑 现在已经完全废弃了 里面黑乎乎的还挺吓人的 而且这种建筑数量还不少呢 你看这个也是 有的还是贯通的 可以穿过去 走在里面 感觉像是盗墓笔记里面的场景 你们看一下我身后这个建筑 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吗 这其实是一座清真寺 是不是很好奇 在塞尔维亚居然会有清真寺 这个就跟塞尔维亚的历史有关了 塞尔维亚在历史上曾经被奥斯曼帝国入侵过 所以这里还保留了一些奥斯曼时期的建筑 比如这个清真寺就是当时的建筑 这个清真寺在以前的时候还是规模相当大的 现在只剩下这座建筑了 你看这个宣里塔都已经倒塌了 还有后面的屋室全都倒塌了 这里只剩下地基了 建筑本身也明显是伊斯兰风格和当地建筑的风格完全不同 你看这些穹顶都特别漂亮 里面现在已经改成了一个展览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去参观一下 另外这里还能看到一些近代的历史建筑 外墙上面都喷满了各种彩绘涂鸦 这些涂鸦还挺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看看 虽然这座城堡已经残破了 但是来尼斯旅游还是很值得来看看的 然后第二个地方纳粹集中营 从尼斯城堡往北走一公里 就可以到达这个集中营 步行也就十几分钟吧 很近的 我现在就在纳粹集中营里面了 从前面那个小门进来 进来以后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 然后在这个地方买票 门票的价格是200地纳尔 人民币大概是12元 运营时间是从10点到16点 周末是到15点 周一闭馆 这座集中营的名字 叫做红十字纳粹集中营 是在1941年修建的一座纳粹集中营 规模比其他国家的集中营要小很多 但是里面发生的惨案却不少 据保守计算 从集中营建立到二战结束 总共关押了三万五千多人 死了一万多人 所以刚进入里面的时候 感觉还是蛮压抑的 尤其是看到内部展示的物件 和墙上的照片 可以真实地感受到 当年犹太人的悲惨遭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这里让人最不舒服的是在三楼 是这里最阴森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关押那些准备要猝死的犯人的地方 据说关押犯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残忍的 是把他们单独关在这样的小房间里 唯一的光线就是头顶的小洞 而且犯人被关进去的时候是站着的 双脚座围放着带刺的铁丝网 如果倒下去或站不稳的话 就可能会死 如果没死 则会被拖到集中营外面的空地枪杀 所以这一层是让我感觉最不舒服的地方 也是整个集中营最阴森恐怖的地方 第三个地方 骷髅塔 骷髅塔位于泥石市区的东部 从市区可以坐一路 三路 四路和十路公交车 大概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费用是巴士迪纳尔 文明币大概是4.7元 其实步行的话也就30分钟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骷髅塔就在前面的那个教堂内 需要先买门票 我不知道这个票能不能用 我得先去问一下这个票能不能用 如果不能用的话 我就得重新买一张票 现在去先去看一下吧 前面就是售票处 5分钟 I'm not sure this ticket can use or not I don't know Do you have this ticket? No I bought not include this ticket Not included? Yeah so maybe I have to buy OK 这个就是卖骷髅塔门票的那个地方 墙上都印了骷髅的那个图片 在上面呢 现在看着一个中国美帝的那个 横条 这边拿那个中国的电子产品还是蛮多的 这个票可以用 这个票可以用 一张票可以参观这个迷石的所有那个博物馆 而且是不限时间 任何时间都可以来 这一点还是非常能性化的 这里的开放时间是每天9点到19点 周一闭馆 这座骷髅塔是世界上唯一一座用真人的头骨搭建的塔 刚看到这座塔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十分的惊悚 因为这些人头骨都是镶嵌在石塔的外面 看着让人很不舒服 关于这座骷髅塔 对塞尔维亚人来讲也是一段悲惨的历史了 18世纪末19世纪初 塞尔维亚人不堪忍受奥斯曼帝国的残暴统治 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809年 一位叫辛杰利齐的起义军领袖 率领1.6万起义军 与4万土耳其军队进行大决战 由于兵力相差悬殊 起义军最终在决战中失败 有4000多人牺牲 而土耳其军队则有一万人阵亡 恼羞成怒的土耳其军队首领 下令把起义军的头颅割下来 并用棉花塞进拨下来的头皮里 然后送回土耳其摇空擒赏 那些被剥去头皮的人头骨 在被租进这座由沙子和石灰建成的塔里 辛杰利齐的头骨也在其中 并被摆放在了塔的最高处 这就是今天的骷髅塔 最初的时候有950颗头颅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只剩下60几颗了 在塞尔布亚几乎每一个孩子 都会被他们的父母带到这里来 因为这是他们民族的一段血泪史 每一个塞族人都应该铭记 就像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也都应该铭记近代被列强入侵的历史 不是为了复仇 而是要奋发图强 只有自己国家强大才不会被别人欺负 这里还看到一个留言簿 可以看到世界各国游客的留言 随便看了一下 祈祷的内容比谴责的多 最后院士者安息吧 行 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大家来泥史旅游 这三个地方是一定要打卡的 希望这期视频的内容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咱们下期见吧 这期视频